驻湖南省刘阳市延西镇建设顺序新西片决堂所37号 有提供线索的单位和个人向当地公安局提报 这个欧文化自己是一家工厂的老板 他做这砖瓦生意 7月30号这一天 从刘阳他来到了贵州做生意 跟他一起过来的有个同伴叫杨兴 他们两个人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 带着琉璃瓦的样品到贵州来询问价格 所以他们这趟到贵州是推销琉璃瓦的 从刘阳进了贵州 沿着三二零国道沿线打听一路过来 结果发现三岁这个地方采瓦是七毛五一张 比他们刘阳那还便宜 所以他们从刘阳到贵州这一圈 跑了一圈做生意 不但生意没做成 一分钱没挣着 这一路的吃喝拉撒睡 花去了三千多块钱 这哥俩一盘算 这趟太不划算了 这怎么办 咱不能这么回去 这么回去那个就亏大发了 结果他们俩就想 干脆咱弄个孩子回去卖 当小天员回到妈妈的身边时 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却一直在哭闹 直到小天员的妈妈接通了万水英的电话 小天员才安静了下来 这个小孩的母亲父亲长期在外务工 把这个小孩放在家里 这个时候有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 他本应把他这个母亲亲不起来 根据权威的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的留守儿童 总体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 有专家推算和保守估计 近年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 至少在4390万以上 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的大省 留守儿童在当地的儿童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 高达18%到22% 父母双方外出流动 可儿童不能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这样的情况在留守儿童当中超过了半数 比例高达56.17% 因为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也就是在这些留守儿童比较多的地区 成为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高发地 这个案件的侦破 同样也沉重地打击了三岁地区 此类案件的发生的势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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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转的冰村